台积电病毒事件杜子晨,国安级重大事件,台积电爆发电脑病毒,感染工研院前知识经济,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杜子晨认为,细今无人警觉,这是一件影响台湾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威胁,此事件应该列为国安级的重大事件杜子晨分析,以他在资讯通讯相关产业工作。 36年,曾经是世界三大电脑病毒,软体,在台湾的总代理商,从不曾听说世界上,曾经有知名企业或先进制造系统同时多的中毒,这种可能性只有三种一,原厂机台,带进潜藏病毒防不胜防,二,云端核心控制系统中毒,由山而下大幅扩散,三,犯罪集团有计划大规模放毒意图,勒索杜子晨, 表示不论事业上哪种可能,此事关系国际社会及投资法人,对台积电,甚至整个台湾产业的投资风险与信心,直接影响对台湾经济脆弱性,honorability平等谁能保证如何保证,此事不会再度发生。 此事极为重要度子晨,建议台积电公司高层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睡清楚,将明白否则这火可能延烧,倒无法收拾整个台湾经济受到牵连。